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六届NBA总冠军级总决赛MVP 五届成规赛MVP 十四届全明星这四项荣誉了 他曾率领居家哥公牛队两次渡得三连冠 虽然经历了多次退役又付出 但丝毫不影响他在球迷们心中的地位 不过NBA历来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老一代的退役总会有新的球员挺身而出 如今已经55岁高龄的他 时光也在他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如今的他不再是年轻时候的年少轻狂了 而是越发成熟稳重了 身为夏洛特黄峰对地老板 他在场外的新闻也越来越少了 不过曾经的大花边新闻可是不少呢 你们都知道吗 他一共有过两院郊区 如今的正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美女模特 身为名模那身材与美貌肯定是数一数二的 因此可以想象他的生活过得有多滋润 而且他也善于经营自己的事业 他曾经与赫赫合作创立了 以自己的姓氏为名称的品牌 并且签下了终身的合同 在过去的一年 光是从这个牌子得到的利润就接近两亿美元 加上其他的收入 他过去一年的总收入接近四亿美元 这个数目相信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 就算是现如今的联盟第一人勒布朗詹姆斯 稀奇能力堪生一流 在过去的一年那种收入 也不过是八千万多万美元而已 乔丹的过去一年的收入 超过了加姆斯的四倍不值 稀奇能力堪生一流 虽然乔丹的一生有那么多的传奇 资产无数 然而他却有两个败家的儿子 虽然遗传到了老爸的运动天赋 但是他们却被篮球这项运动丝毫不感兴趣 大肆挥霍着自己老爸的资产 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令乔丹也念扫地 最佳 群殴 公开调戏明星 身边的美女换了一群又一群 不得不说 虽然自己的一生过得如此精彩 却被两个儿子拖累导致 晚节不保 可以说身为一个父亲乔丹的教育是失败的 大家知道非人乔丹吗 你们喜欢他吗 对于他的两个儿子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公典